一大早 喀拉昆仑高原的天刚蒙蒙亮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兵已经准备出发 按照计划 今天他们要对预定点位进行巡逻 本次巡逻主要采取 重复与乘车相接合的方式 继续 按照光线的消毒花费 登车 巡逻车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原上行进 官兵们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 车外寂静的高原 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的地方 2020年4月开始 有关外军违反两国协议协定 底边越线搭建便桥修建道路 频繁在边境越线征控 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 导致边境局势陡然升温 在搭建一个帐篷以后 现在又搬过来一个新的帐篷 6月 外军公然违背 与我方达成的共识 悍然越线挑衅 按照处理边境事件的惯例 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 团长齐发宝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 仅待几名官兵前出交涉 却遭到对方蓄谋暴力攻击 齐发宝组织官兵一边喊话交涉 一边占据有力地形 与数倍于己的外军展开殊死搏斗 增援队伍及时赶到 官兵们奋不顾身英勇战斗 依据将来犯者击溃驱离 外军溃步成军抱头逃窜 丢下大量越线和伤亡人员 付出了惨重代价 在前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 团长齐发宝身先世俗身负重伤 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荣突入重围营救 奋力反击英勇牺牲 战士萧思远突围后义无反顾返回 营救战友 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战士王卓冉在渡河前出支援途中 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 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 这些英雄的边防官兵 把青春鲜血乃至生命 留在喀拉昆仑高原筑起威俄戒备 中央军委授予其发宝 魏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 追授陈红军魏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 给陈祥荣 萧思远 王卓冉追忌一等功 英雄虽已离去 精神永驻边关 严峻边防斗争中 官兵们更加懂得了边防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英雄事迹感召下 官兵们守边护边不怕牺牲的信念更加坚定 去年底 这个团服役期满的战士 全部主动申请留队 继续在英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战斗 本来打算服役期满了就回家 但是经历了去年的边防斗争 让我更加认清了边防军人的价值 边关虽苦 但总要有人守 只要边关一天需要 我就一天不走 有人团圆 是因为有人守护团圆 这个春节 在喀拉昆隆高原助训的新疆军区某时官兵 学习英雄事迹 激发练兵热情成为自觉行动 某助训场上一场坦克综合课目强化训练正在展开 我们利用冬季寒冷时节集中研究 高原实战中诸多重转检问题 官兵们士气一直很高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 打扮一切来发之地 今年一月 这个团列装15式轻型坦克 新装备到来后 如何充分发挥战斗力 成为全团上下最关心的事情 春节期间 官兵们几乎没有休息 训练一直抓得很紧 现在我们有了新装备 刚多了 气要更多 骨头要更硬 我们要加紧训练 更加熟练运用装备 做到随时亮剑引领 武器装备更新换代 后勤保障也在不断完善 新式轮式救护车 全地形后勤运输车 以及新型保温营房 保温菜轿 防寒被装等一大批物资装备 先后配发部队 让驻守在喀拉昆仑高原的官兵们 有了坚实的支撑保障 千里热血边关 遍地英雄毅力 尽管已经立春 但喀拉昆仑高原依旧冰封雪果 气温低至零下三十多摄氏度 面对极寒缺氧的恶劣天气 万千官兵发扬喀拉昆仑精神 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 肩负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 英雄的事迹极大地鼓勒官兵的战斗意志 现在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 但是全体官兵魏国戍边的热情高涨 我们令肯高原埋中苦 也绝不丢失祖国的一寸领土 喀拉昆仑高原 虽然高寒缺氧 因为戍边官兵的坚守有了生命的色彩 虽然古老苍凉 也没助训官兵的到来 有了火热的气息 一代代边防军人 把青春挥洒在喀拉昆仑 也把最纯粹的忠诚 捐刻在喀拉昆仑 誓死捍卫这片土地 成为他们最崇高的使命 最坚定的信念 我们真爱和平 别人的东西 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要 但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势力 侵犯祖国的领土和主权 我边防官兵始终牢记 为国戍边神圣使命 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做好长期斗争准备 坚决捍卫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 坚决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